大约100名重灾区塔克罗班的老弱妇孺 搭乘C13栋运输机 12号上午抵达马尼拉机场 这些人有的受了伤 有的十分虚弱 提起家乡遭受的摧残都非常心痛 灾区交通通讯和电力中断 影响救援 直到灾后四天 物资才开始有秩序的送进灾区 在此之前 22万居民的塔克罗班有如废墟 掠夺情况严重 有民众强行打开一处加油站的地下游库 排队用各种塑胶瓶装汽油使用 军警迅速进驻维持秩序 还有灾民直接包围 同样受到重创的塔克罗班机场 有的等着离开这个人间炼狱 有的等着拦截运输机送来的物资 甚至有人想要直接登机 总统艾奎诺三世宣布 非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以加快灾区的营救援助和重建 稍早艾奎诺三世在简报会上 遭到灾民怒呛 救灾太慢 他再次失言 脱口说出你还活着不是吗 引发批评 先前有雷伊特省官员估计 这次强台造成的罹难人数 恐怕达到上万人 不过非国政府无法背书 目前还有许多灾区通讯中断 随着灾情陆续曝光 死伤人数势必继续增加 非国统计这次风灾 造成66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跟美国分别捐助了 2500万以及2000万美元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也应非国要求出兵协助 原本在香港修整的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立刻召回士兵前往菲律宾 250名陆战队员 已经展开补给任务 目前部分灾区还跑在积水里 卫生人道问题等不得 包括中国 澳洲 加拿大 英国 欧盟 世界银行 都提出各种形式的援助计划 记者 时会中报道